徐晓鑫揭露外交部第三方援助乌克兰计划恐怕涉及了徒利 而且他曝光了金手人的身份 执一介入捷克在地的政党政治 让外交部立刻驳斥一切依法办理 好 现在来看到徐晓鑫的爆料 他说吴钊燮先回应了总额约1亿美元 但我问的是是否直接投入乌克兰 得到答案是否定的 那目前的方式都是透过第三方国家 包括了捷克立陶宛 波兰等国签订专约 再将物资或是款项转往乌克兰 而这样的转手让经费难以监督 到底最终有多少进到乌克兰作为实际最终的援助费用 那么第一 他说我方与乌克兰签了一笔协助乌克兰专案 美名是促进乌克兰重建初级医疗照护能量伙伴关系 花费高达1000万美元 而且指定了是捷克卫生科技院的执行计划 其中300到400万要采购台湾衣柴 请问到时候是哪些厂商能够得标吃到肥肉 这不一样是政府决定的吗 还有前阵子卫生科技院的主持人前脚访台 后脚就拿到这么大笔的专案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半年多就拿到1000万美元的大专案 好像当时美国参议员来了之后 就砸千亿买波音如出一彻 所以今天这个媒体的标题呢 完全锁定包括了徐晓星爆料 外交部第三方援助乌克兰有猫令 金手人前脚访台后脚拿专案 那么以及他质疑吴钊谢的就是这三亿 有三成是要购买台湾衣柴 那哪些厂商没公布吗 那有没有图力的问题 是不是要公布金流 那当然外交部这连续两天严正驳斥 包括在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也出来说明 说台杰合作援助乌克兰公开透明 经得起检验 相关预算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 台杰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外交部都有发布新闻稿 说明大致的合作内容 对于我国的外交部处境特殊 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的国家进一步合作 就会遭到阻挠甚至破坏 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 相关文件都依照法定程序送立院被查 立法委员都可以调阅 所谓密约根本无稽之谈 而且他认为立委对于内容有疑问 外交部可以派员说明 但不可以直接在媒体前公开机密文件 是国家机密与无误 好 现在请教亮哥 他打得就小心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好 那只要办出泄密两个字 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是不是就很难监督啦 尤其在机密预算的这一块 这个我们对一些邦交国 或者想要拉拢的一些非邦交国 本来就常有这样的运作啦 那通常是 人家如果在立法院提出质询 你外交部长就可能会说 委员这个试色机密 那我待会是不是可以到办公室跟你做报告 通常都是这样嘛 那立委也会体谅嘛 然后就让你来报告 大家回忆一下那天 吴钊燮是什么样的场景好不好 吴钊燮就在那边说 你去告我藐视国会啊 跳针几次 你那个态度 姿态 摆明了你是来蹭许小新的流量 想要证明你是深绿代表 然后接下来还包括 事后的外交部新闻稿的駁斥 说许小新是全面说谎 你是用这个方式 事实上许小新在第一时间 也没有把东西讲出来 他是流于地的 他真的就被你激怒了 然后有什么样的立法委员 会被这样对待 我坦白讲我在立法院待了十年 我还没看过这样的外交部长 你这外交部长真是 邪门到底啊 高傲 嚣张跋扈到底啊 从来没看过这种人啊 他是对许小新才这样 当然是啊 我才不相信 他对赖伟祥会这样 不可能啊 故意的啦 他就是要激怒 然后让那个画面 让深绿的媒体看到说 你看我很勇啊 这样呛许小新啊 故意的嘛 你国安卫秘书长辞掉啦 你国安卫秘书长辞掉啦 去选举啦 我看你很有政治细胞啦 国安卫秘书长 是要尽量低调 是啊 谨慎 像你这么容易动怒 我们把国家的情报交给你多可怕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 这是不寻常的一个立法院的互动 你如果是用合理的方式来做回应 说这个事情有一些复杂 我涉及机密的运作 私下跟委员来做报告 我认为事情就结束了啦 那结果你是做两个动作 刺激人家 第一个是背询了现场 你讲话讲那个样子 那许小新问 因为他第一句话是讲说 说我们在前线 怎么在跟敌人作战 还有人在背后捅我们 那许小新不是叫他把名字说出来吗 对踹一脚嘛 他说踹一脚哪些人嘛 对嘛 那是第一个部分嘛 那第二个部分就在讲说 你就告我表示国会啊 好像Key党一样 他那个Key党的程度 是不是传染给柯建民这样 结果害柯建民今天发疯了 说这个上天保佑台湾什么 大地震 就最近是不是 民进党在流行Key党 是不是查一下传染源头 传染源头就是吴钊燮嘛 就没有外交部长这样回答问题的 因为那天事实上 所有的媒体都做这个新闻 就觉得你是不是太离谱了 那许小新说你把名字说出来啊 大家来谴责啊 那之后你就说我不能讲啊 你就告我 你就告我啊 那然后之后 就是外交部那个新闻稿嘛 把许小新讲的 而且那个新闻稿在绿媒 全部都全文刊载啊 一定的啦 你去想一想嘛 他们就觉得 抓到了好出的一个梗啊 把许小新打死啊 说他说谎啊 编织故事啊 你想想你把一个立委说到这个程度 这个立委可以不公布部分的资料吗 我相信他的资料会更完整 因为坦白讲我也只看到第一页 第一页就是那个文件 那著名开封日是2033年 民国112年 12月 那你还说你一切公开透明 结果2033才能解密 天啊 那你现在就是被抓到了 认为里面有一些猫腻 那希望你做一点说明 就这样而已啊 事实上这个在立法院 是可以开秘密会议要求审查 或者是我要求你给我一个报告 那他也许不方便用文件 我事实上我还收过那个 盖上机密的立法院对我的回答 我曾经跟外交部要一份名单 然后他还是给我了 那上面就注明机密 说不能外流这样 事实上这都可以运作的 不然就你连这个都不要 就直接到办公室跟你讲 这也可以 这个王定宇最多啦 因为国防部啦军的单位 很多都是这样 那部文件都是机密嘛 那结果你要用这样来杠人家嘛 你就杠人家就说 我就读你没有资料 我就说你说谎 来破坏你的形象 那你想一想你如果是许小夕 你怎么办 我当然是亮出资料啊 说我是有所本啊 我不是乱来啊 那他那天 那天他的公布 我也跟他讲说你这要注意啊 他就盖掉一些东西 是他对我看他有遮 因为我跟他讲说你这个 依法是不能公开 所以他就有遮嘛 因为我看到后来莎莎嘛 好像莎莎也做这个新闻 他也是有遮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是 人家已经留有余地 而且并没有把他掌握的所有资料 讲出来啊 我认为他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啊 我不相信以他掌握到这个程度 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啊 所以我说 这个是未完的故事啊 对他一开始本来说 他也只是点到为止 是啊 所以 结果你要用这样K人家 对 你要这样搞我是不是 说我泄密 那我们就来赌嘛 这个是立委职权行使法 这样有没有违反嘛 大家就来讲嘛 那你是不是违反行政官员该有的规范 要赌大就来赌大嘛 你吴钊燮绝对不会赢的啦 因为我 绝对不会赢的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外交部啦 我又不是没见过外交部 我在立法院十年耶 你以为外交部长只有你一个啊 我们见过多少外交部长啊 会像你这样 开什么玩笑啊 像你这种 跟王毅穿等级啦 你赶快去选举吧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 夹链包设计啊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是 不应该有额外折扣 不应该有额外折扣 它在链头上